其實我身邊很多都是Mix的運動員 或者是比較外國協定的運動員 可能外國人或者Mix的那方面 可能他們的體能比較好等等 但是正正因為我自己是香港出生 我更加想是被人看到我 我香港人也是可以得到同一種成績 我從八歲開始就第一次接觸帆船 那時候是參加康民處的訓練班 我想我大概四歲的時候 我哥哥就參加政府的訓練班去玩帆船 我看到我又很想玩 八歲生日那一天我就第一次去玩帆船 那時候是記得是參加了一個比賽 然後達到頭十名就可以入國 那時候可能只有十歲 當時我就選擇了滑浪風範 可能如果滑浪風範快一點 我會更加享受一個出路感 所以我就選擇了一路 一路升上去到成人隊的時候 其實競爭一直都非常之大 有陳希雲、魏欣、馬君正 那你亞洲比賽的頭三名只有三個位 我一直都是排第四 那我想到自己是否能繼續去競爭下去呢 那我就覺得好像差一點 那也進入考核之下 帆船隊這裡是有不斷地去邀請我 那最後我也是選擇了帆船隊 玩這個Portinella X 那我最後我也是很希望去到亞雲的頒獎台 但是我又沒有說我是需要用哪一項項目去到 好像其實滑浪風範都是under帆船 所以我只是說我是轉了一個項目 而不是說我真的轉了一個運動 其實都很有困難的 不論技術方面或者是 你說你怎樣跟隊友溝通 以前是很多東西都是你拿著一套器材 但現在變成你用一些繩子 或者身體的重量去怎樣去控制駕駛 而你說單人變相型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你開始懂得怎樣跟隊友溝通 或者當你有磨合 你有意見不合等等的時候 你要去想怎樣去作出這個協調 要去嘗試想想怎樣 令那個人幫助到你自己去進步 怎樣幫助到你去做一些 兩個人是比一個人做得好的 可能我一開始以為跟滑浪風範差不多 但其實肌肉的運用上很不同 令到我開始了可能兩個月之後 我就已經開始了膝頭肝痛的問題 是這兩年來都是不間斷地去膝頭肝痛 對我來說都頗困難 最難忘的應該是奧運的選拔賽 因為那時候去到嘴排賽之前 我們跟中國自己是爭了一分 但是嘴排賽就因為一些碰撞 我們是錯失了去奧運會的資格 你看到我的目標真的很近 然後一夜就跌倒了 近期的目標就是亞運會拿獎牌 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中國和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他們是最有經驗的 是由差不多第一屆奧運會就開始玩了 當然他們是比較好 但是都近期的比賽 我們都見到自己的進步 所以對自己有信心 是最多的事情 就是ір良的第二屆奧運會